嬴政横扫六国统一中原后 那些被秦国俘虏的六国君主 他又是如何处置的 是优待还是直接杀掉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秦王掌权后需要巩固地位 先后开始攻打六国 在攻打之前 秦国便做了三个计划 那就是 笼络燕旗 稳住楚位 消灭韩赵 然后各个击破统一全国 在公元前230年 秦国派遣内史腾率军 先攻打三军中最弱的韩国 由于韩国地理位置不占优势 第二年 秦军势如破竹 很快就占领了韩国都城 韩国灭亡 韩王安被俘虏 秦始皇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厚 没有对韩王安赶尽杀绝 而是选择软禁了他 公元前226年 韩国贵族们发动叛乱 意图复国 秦始皇派兵平叛后 为了防止叛乱再次发生 秦始皇直接处死了韩王安 第二个被灭的是赵国 而此前 秦国已经率兵攻打了赵国 正赶上赵国旱灾 且几年征战后 赵国已经兵力受损 赵王的宠臣被秦国贿赂 污蔑赵将谋反 赵王换了将领后 已经内外空虚 秦王一举拿下了赵国 赵王谦被俘虏 秦始皇将他流放到深山之中 那里条件艰苦 环境恶劣 从小衣食无忧的赵王谦 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 很快就饿死在了深山老林里面 第三个被灭的是魏国 魏国曾是各诸侯国中 最先强盛的国家 魏国历里变法 制定法经 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 在公元前225年 秦国将领采用韩非的水公之法 以黄河之水为城 魏王没有解救之法 最终魏国被灭 对于魏王甲的结局 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有人说魏王投降于秦末被诛杀 也有《列女传》记载秦沙奖 自此 三晋军被秦国歼灭 第四个是楚国 同年 秦国败兵攻打楚国 秦国虽然势大 但楚国是六国中 实力最强 面积最大的国家 秦首王趁楚国不住一时 发起反攻 秦军不被因此失败 后来王俭率领60万大军出征 扭转形势 一举拿下楚国 曾经不可一世的 楚王傅邹被俘虏 傅邹被俘后下落不明 之后楚国大将向燕 拥立了他的弟弟昌平君雄起为王 但昌平君后来被杀 向燕自杀 楚国彻底灭亡 第五个是燕国 公元前227年 燕国的最后一代国君是燕王喜 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子丹 当秦国以太子丹派荆轲赐秦王为由 讨伐燕国的时候 燕王喜为了保住仅剩下的辽东这块土地 他直接杀了太子丹向秦国求和 最后燕国灭亡燕王喜背负 燕王喜背负后的下场不得而知 最后一个是齐国 齐国是西州时期江子牙的封地 不过到了战国时期 江氏君主被田氏取代 当秦国大举进攻齐国兵临城下时 这个时候齐国实力完全不是秦国对手 再加上齐他诸侯已经灭亡 齐国孤立无援只能投降 齐王剑被俘虏 他被秦始皇软禁在长满松柏的土地上居住 但却没有给他食物 活活被饿死了 是六国中结局最惨的一位君主 陆陆续续六国已经被秦国几乎完全吞并 六国国君处死的处死 流放的流放 软禁的软禁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